作者 二根 眼波 丸子 冯宝宝 后期制作 云曼 五百六十一集 贪狼的去向 王林眉头紧皱 但瞬间呢 他身子便默然一震 停在了半空一动不动 司徒难 王林深吸口气 他右手一拍除袋 立刻一枚玉剑飞出 被他抓在手中 此刻神石一扫 顿时面色难看起来 若非联想到司徒难 王林不会想到当初 司徒难曾给了他一枚玉剑 其内有几张司徒难印下的画像 里面的几人呢 正是当年害得司徒难肉身崩溃者 当初司徒难给王林玉剑之时 也没指望王林会真的遇到 只不过让其记住 这些人不要招惹 王林也的确没想到 自己居然真的可以遇到 那几个画像中人 而且修士想要改变相貌 极为简单 只凭几张画像 想要寻人呢 这难度不次于大海捞针 若这贪狼 真是当年司徒难的仇家 他必定知晓天逆株之时 王林摸了摸眉心 天逆株啊 是他最大的秘密 时至今日 七百多年 这天逆株子的属性极为怪异 当年只是一些雨水 便可使得水属性大圆满 可随之往后啊 却是越来越难 现在只剩下金属性未圆满 可王林却有种感觉 这最后一个属性的难度 怕是达到了一个令人发指的高度 若是这天逆株子 可以从他原神内彻底分离而出 王林也不会如此忧患 真是遇到生死危机 他会冷静地进行选择 可现在 这株子已经与他原神融合 根本就无法分离 除非是把他原神抽出 像炼化灵天后 剑气一般炼化 如此一来 才可从原神内 把这天逆株子炼化而出 王林眉头为咒 这天逆株子 到底是什么来源 为何修真联盟 会对这株子如此在意 这天逆株 虽我已经数百年 除了其内时间可以逆变之外 几乎没有其他的神通 即便是躲藏在其内 若是遇到了大神通主 也是无法遁形 会被人察觉 这株子 怎么看都是鸡肋一般之物 即便是那时间逆变 也只是对于低阶修士 效果极大 可对于高阶修士来说 还不如足量的鲜域 又吸引力呢 王林暗叹 看向远处 目光如利刃一般 他喃喃自语道 天妖郡内的大罗剑宗弟子 原本有五人 以陈龙为首 魏阳死后 他虽未确定 但多多少少对我产生了怀疑 以大罗剑宗的行事方式 怕是会立刻派人询问 但他们却没有行动 根据亥猪的记忆 当时这贪狼是在火妖郡内 好似发现了什么隐秘之处 现在十年过去 这天妖郡内 只有亥猪被留下 其余三人 已经陆续去了火妖郡 与贪狼会合 是的 当初那紫鼠 也一定是去会合 半路上 却是因为对我产生杀鸡 这才生亡 这贪狼 到底发现了什么呢 亡灵目光一闪 可惜啊 有那贪狼在 我却是没了继续搜集 零天后剑气的机会 不过此事却也急不得 亡灵嘴角露出冷笑 身子一晃 大挪移而去 眼下这场战争 对我来说 是搜集杀戮之气的最佳时间 不能放过 但我一人之力 毕竟有限 此事 应该怎么做呢 亡灵眼中露出寒芒 身影消失 火妖郡的大战 亡灵没有参与 他一路挪移 数日后 回到了天妖郡内的炼魂部落 炼魂部落经过十多年的发展 势力已然出具规模 成为了天妖芒荒之地内 四个最大的部落之一 亡灵的归来 使得整个部落为之沸腾 很多族人虽说没有见过亡灵 但却在口口相传下 把亡灵在心中啊 看成了与谷妖一般的存在 无不膜拜 那山谷 更是他们心中的圣地 亡灵回来后啊 立刻召集十三与欧阳华等人 挑选上万族人 每一个族人 亡灵都送出一道杀戮之气 这杀戮之气啊 在他们体内 凡是他们杀死之人 都可以化成生机 被吸入体内杀戮之气中 随着这一万人杀戮越多 体内的杀戮之气 便会越强大 甚至在其危机之际 可以自动转化为生之烙印 保护这一万人的安全 随后 这一万人被派出 进入到了火妖郡内的战场之中 亡灵并未让他们加入天妖军 而是散开各自发展 对于这些人的要求 亡灵只有一个 那就是不断地以杀戮 养体内的杀戮之气 一万人对一场数千万妖兵 参与的大战来说 算不得什么 这一点亡灵明白 所以他立刻派出欧阳华语十三 各自送出法宝 给其三个月的时间 让他二人带着余下族人 把天妖郡内的另外三个部落 一一吞噬 而他自己则整日盘膝坐在山谷内 不断地在散摩上加身原神烙印 同时啊 更是用余下的时间修补进帆 三个月的时间一晃而过 有亡灵法宝相助 其余三个部落呀 被十三与欧阳华一一吞噬 大量的外族之人被喝下腰汤 成为了炼魂部落的一员 对于这些没有修炼过炼魂术的新族人 亡灵直接拿出尊魂帆 一斗之下 大量魂魄飞出 在亡灵的操控下 一一进入这些族人的体内 并未伤害他们的魂魄 而是选择共存的方式 随后啊 亡灵把体内杀戮之气散除 再分别融入这些人体内 如此这般呢 第二波三万人的大军被派出 进入火妖郡 炼魂部落 余下还有不少族人 亡灵施展大挪移之术 多次之下 把所有人全部从这茫荒迁移 他选择的地点 是那散摩当年所在的远古战场 在那当初摩塔之处 亡灵以神通凝化出一座高塔 随后啊 他盘膝在了旗内 至于那些族人则在这里开始了繁衍生息 大量简单的巫舍被组建而成 不久之后 这里俨然成为了一个新的部落 时间一晃 又是十年 这十年呢 王林没有从那塔内走出半步 天妖郡三路大军杀入火妖郡境内 火妖郡自有对应之策 与之展开了厮杀 在一处处战场上厮杀不断 十年的战争啊 这只不过是刚刚开始 在这十年内 陆续有一波波族人 带着王林的杀戮之气 加入到战场之中 同时 炼魂部落的外清 也始终在持续 火妖郡内的盲荒部落 便是炼魂部落的目标 火妖郡内的战争啊 好似已经被王林遗忘 他在那塔中的十年 整日里谈息吐纳 原神刻画散魔烙印 他在准备 准备百年期限前 自己的实力可以更强 只有这样 才可以完成与古妖的约定 这十年的时间 不断的吐纳 使得王林问鼎初期的修为 更加的稳固 他可以感觉到的 外散出去的杀戮之气 虽说也有消散 但更多的 却是在每天都在成长 那些体内 有着杀戮之气的族人 随着他们杀戮越多 其安全便越是有保障 其实力也会越强 时至今日 他散出的杀戮之气 总和已经达到了十万 这十万杀戮之气 融入十万族人体内 不断地壮大 一杀养杀 这场战争之后 我倒要看看 一道杀戮之气 可以分成几道 塔中 王林睁开双目 其目光如电 好似奔雷般 一股浩荡之力 从塔中传来 扩散开 在塔外啊 是一片方圆十里的空白地 再向外 则是一片片乌射建筑 遥遥看去 密密麻麻 延绵数百里 这便是新的炼魂部落 每个月都会有族人回归 带着大量火妖郡部落的俘虏 每个月啊 炼魂部落的规模都在壮大 王林收回目光 一拍楚无带 封印姚溪雪的禁止之球 飞了出来 他右手虚空一捏 此球碎裂 姚溪雪的身影 出现在了塔中 王林神态冷漠 缓缓地说道 你思考得怎么样了 姚溪雪穿着一套蓝色的衣衫 他出现后啊 美眸瞪着王林咬牙说道 你的心里 到底在想些什么 这十年 该说的我都已经告诉你了 你还想怎么样 十年的时间啊 王林在这塔中 问寻了姚溪雪多次 姚溪雪对于王林 王林的恨已经深深地埋在了心底 同时对于王林的一些手段 更是心惊肉跳 他的心神已经被王林打开了一个缺口 这缺口便是告诉了王林 血魂丹使用之法 缺口一旦出现 在王林的手段之下 姚溪雪几乎崩溃 虽说并未说出所有 但却多多少少说出了一些隐蔽 你说那洞府是一位先帝遗留 这先帝洞府共有四处 这一切你是如何得知 姚溪雪咬着下唇 这个问题他始终不愿回答 你在我手里已经二十多年 莫非不想获得自由吗 你若把全部都告诉我 我可以答应你 在离开这妖灵之地后 放你离开 王林目光微不可查的一闪 徐徐说道 他的声音之中啊 透出一道魔念 这是他在十年 在散魔上不断加身烙印后 从散魔身上学到的一个小神通 我可以全部告诉你 但你要以你的道心发誓 离开这妖灵之地后 你会放我离开 姚溪雪轻叹 低声道 你没资格与我讲条件 王某答应你之事 定不会食言 说你可有一线生机 不说我永远把你封印 王林声音平淡 可却透出一股冷意 姚溪雪晚了下发丝 望着王林 许久他轻声道 王父亲曾经提醒我 莫要与你为敌 我当时很势不解 不知父亲 因何会知道你 那个时候你只不过是一个小人物而已 即便是被天韵子设为徒弟 但以我对父亲的了解 你的身份 你的修为 你的一切 根本就不可能被父亲注意 所以我没有听他的话 现在 我有些明白为何父亲会说起你 王林神色如常 冷冷地望着子女 姚溪雪轻叹 说道 此地有四处动了府 是我父亲告诉我的 他当年在这姚灵之地内 与天韵子 灵天后等人 发现了一个 一个秘密 王林目光一宁 不动声色地说道 什么秘密 这妖灵之地实际上是一座洞府 这一点 想必你也有所猜测 我可以告诉你 这妖灵之地 就是一座洞府 这洞府很大 大的不可思议 但它却并非一个 而是五个 五个洞府中 四须一时 王林神色如常 缓缓说道 想必 你带我去的那洞府 便是须浮了 各位听友 您刚才出品的 长篇玄幻修真小说 《仙逆》 作者 二根 演播 丸子 冯宝宝 后期制作 云脉 更